拷问制作人的这么一个环节了 好 我就边玩我们边闪聊吧 好 这个在英超兄弟玩游戏的同时呢 展示游戏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美术啊 各方面都是非常精彩的 不过在最开始我还是想问英雄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做这个项目的这个初心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立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于你们团队而言 对 我们我和我的团队 其实一直是在3D RPG这个大方向上 持续进行生根吧 对 然后也是一直想继续再往这个方向 去用我们的之累去创作下一代的产品 然后也是我们自己从大厂出来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选择 就是不想做一款再是巡规导致 做一些保守的选择 我想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能够把我们以前的之累 再应用起来 然后去给这个市场去 给玩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吧 然后让这个市场进步 也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吧 好的好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魂系的特点 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我这边呢 在前天咱们这个游戏正式公布加入中国之星之后呢 我在很多的这个B站呀 包括B站很多地方的用户留言上都看到 就是咱们这个动漫渲染 就是所谓的二次元和这个魂系的这么一个结合 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下面留言 就是不明白这个游戏呢 它是描决呢 其实呢 在离ChinaJoy很近的时候 我们在准备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英超他们团队呢 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PS版本的这个制作 不知道 因为在很多中国的开发者啊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里面呢 大家对开发PS5版本呢 没有那么了解 英雄你们团队呢 刚刚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能不能也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在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内 完成了PS版本的开发 你们有什么心得吗 对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第一次去和包总接触 然后和索尼去接触 其实最初的初衷是希望了解相关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游戏去 就是送到PlayStation Console的平台上去 因为可能从我们自己过往的经历上来说 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组 来制作这个PS5的这个版本 对 然后可能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跟索尼聊下来 跟包总接触下来 然后以及我们实际去做这个版本的过程中 我发现其实这个可能大家 中国国内开发商或者团队都还是缺乏一些 对这方面的一些认知 或者说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 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我不太会去主动去了解去接触 或者少一些渠道吧 但实际接触下来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去做PlayStation 这样的一些版本 其实已经是非常便捷的一个事情 我们的团队大概在拿到一些测试机开发机之后 大概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其实这个版本我们就已经出来了 对 并且其实如大家所见 它的各方面画质表现性能 其实我觉得不属于我们PC上的一些效果 是 因为我自己多年在开发PS游戏 那么像他们这个项目组 这么快熟续PS的开发 然后做这么快 本身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个人感觉 他们是比我预期还要完成的都要快 那么Coco您也应该看到 这个游戏的它的动漫渲染 跟别的二次元游戏是有一定区别的 就是它会有更多的细节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画面就很细腻 包括整个人物的这种质感 还有各个角度它的一些外观 好 好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 咱们这个英超他们这个团队 在做这个美术的时候 在这个二次元的这个赛道 已经这么卷的情况下 那么为什么英雄你们 你们我能听出来英雄 对自己项目的这个美术 是有相当的自信的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团队这方面的一些积累和心得 我们其实团队的大部分成员 核心成员都是从网易出来的 然后也有来自完美腾讯 或者职业跳动或者其他 刚刚打的过程当中的姿势特别的帅 尤其是最后那个抬脚一踢 对 帅爆了 是的 是的 这个游戏的在战斗方面 我觉得是很有特色 刚好咱们说到这一点 然后英雄啊 这几天我们有很多试玩的朋友在展台上 当然这个游戏我们是在 中国之心的这个区域是有试玩的 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谢谢 那么英雄我们有很多的用户反应呢 是不是游戏有点难 那么你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厉害 有点难回答 但是不知道你想跟用户 足够的乐趣 他不是单纯以自己表演 打得怎么样简单 怎么样上手爽 那还是希望有一些难度 然后作为战胜强敌后的一个反馈 好 那我的理解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英雄这边认为呢 就是这个项目呢 他们会给核心用户 提供比较大的空间去发挥 同时呢对于刚进入动作游戏 魂系游戏这个领域的玩家来说呢 也会找到一些自己的办法来 往前走这个游戏的进度 也能完成内容 英雄我的理解对吗 大概是这样 对 是的 我们还希望 因为其实用户的操作或者水准 我们也知道这是非常复杂的 很难说就是我们一定是就是满足 就是所有用户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是希望去 能够通过一些更多的开放世界也好 各种的途径能够让很多玩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玩的方式吧 明白明白 可以说对各个层次玩家都非常的友好 对对对是的 因为动作游戏上手嘛 它的学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对有一些可能会对新手不那么友好 对对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 在整个咱们的国际范围内呢 动作游戏呢是一个很大的品类 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 从投机到中国之星的项目来看呢 大家开发者还有用户呢 我的体验是对冷兵器的战斗呢 是情有独钟的 特别多 是的 它的这个方面特别多 而且刚刚这个冷兵器交手时候的那种金属声 听着就让人很有感觉 是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对 要不我们让英雄往前推一推进度吧 让这个英雄把那个至少要打 跟boss战要打吧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boss这个真面目 如果英雄被boss击败了 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 是不是真的有点太难了 对 希望不要翻车 然后这个我自己这两天的玩家试玩情况 我观察下来 现在目前这个试玩版本的最终boss 还没有人见到二阶段 的确它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个挑战 这个建筑感觉有点哥特风很暗黑哦 对对 这个咱们看到这个环境叙事在这个游戏里面 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不同的地方 美术分格呀 墙的纹理这些 英雄对这个游戏的叙事设计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作为这样一款二阶段的项目 首先角色和叙事肯定也是我们很恒心 重点要去关注去展现给玩家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所有boss都会有比较 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故事 然后大家可以在后续正式的版本 或者玩法中去发现一些我们 去发现一些我们 很炫目啊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印钞呢 有时候会换这个角色 他会有些不同的办法 是的 这个动作很丝滑 冰钞又换角色了 这个是拿长枪的这位角色 这个大招有点炫酷 这位角色的演奏 是 对 加上 副不上说话了 这个还是有难路的 是 实在不行 等会儿还可以来第二次 希望不要翻车 很沉浸啊 这个观战 是 是的 哦 翻车了 翻车了 现在是第二阶段了对吧 对 我们要小心躲避 哎 碰大了一个 刚才那个大招没有那个 翻车了 翻车了 没事没事 技术性翻车 对对对 英超今天没有击败这个BOSS 没关系 这说明这个BOSS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我们就让英超兄弟再来一次吧 因为咱们第二阶段的技能没有放全 大家等会儿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我们还在保留实力 对 其实展台上的同学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下来还没有完全击败这个BOSS 所以说还是很难的 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 对 我觉得这个交战的画面真的非常的养烈 是 它有一些这个运镜啊 包括它特效 相对呢 这个游戏呢 它是它是相对细节做的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地面啊 这些 这些光照 它的细节其实是比较多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二次元游戏 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对 它的这个动作啊 招式啊 非常的丰富 而且很华丽 是 哇 厉害了 漂亮 哇 漂亮 很炫酷 好 又进入第二阶段 嗯 有一种很强烈的奇幻色彩 是 漂亮 怎么样 我们要趁胜着的 我们要趁胜着追击 这一波是好机会 这一波是好机会 这个boss很顽强啊 很顽强啊 很顽强啊 漂亮 这是 啊 对 嗯 啊 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信念 即使希望不存 即使苦难永恒 我心中的火 依然 成名不灭 我心中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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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我心中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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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火 火 我心中的火